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来看 两人都有可能是团体第三人人选 丁宁合法震动而丁宁合法震动的混双 则是国平一个新的尝试 两人都是个人能力超强的选手 此番搭档让球迷十分期待 更是期盼着两对混双组合的较量 因为胜利者极有可能就获得了参加奥运的机会 从而渡去奥运首枚混双金牌的一名吹青时 马龙和林高院男双项目 郭平看出了马龙和林高院的组合 以及凡震动搭档王楚清出战 马龙和林高院的组合此前比较少见 一般马龙都是和许心搭档 林高院和凡震动组合 此番两人的联手 也让球迷感到十分有趣 凡震动和王楚清 而凡震动和王楚清的组合 因为两人的年龄相仿 又都是国平男队重点培养的新一代主力 以后可能会经常看到两人的搭档 这两队男双组合的较量 实际上已具有深远的奥运含义 凡震动凡震动在奥地利公开赛上三线出战 承担了不小的压力 也看出国平目前对他的培养力度之大 丁宁在刘国梁回归后 以往再或双项目都是派出新秀出战的国平一板长派 派出了四大主力强强联手 也能看出刘国梁要率领国平在东京奥运会 上包揽所有冠军的决心 刘国梁使命而对于选择在东京奥运会 上加入乔乔球混双项目 并把目标瞄准这块肩排的日本乔乔球队来说 这无疑是个恶号 难怪有网友调侃打去撑 这是要让日本对提前绝望的节奏啊 叭叭刘国梁的昵称 这一回归就搞大事情啊 哈哈哈哈 刘国梁回归编后语 刘国梁回归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 刘国梁毫不含糊的介绍起了自己上任之后的工作重点 并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刘国梁认为国平没有任何退路 单打要拿冠军 团体也要拿 而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混双 更要拿 秋柳门认为刘国梁上任后放的这地 以保火如何 拼盘老婆界的民众 和他们关系在开机会 刘国梁继续 超渐 这么ull